大家好,我是鱼皮 bug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我刚刚就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狗血的小bug 给大家分享分享 真的是哭笑不得 事情是这样的 我现在正在开发一个新的项目 我需要根据后端自动生成的Swagger接口文档 来帮我生成前端的接口请求代码 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正常情况下 我们有了这个Swagger接口文档 它的一个数据格式 然后呢,执行OpenAPI工具 然后就能够生成接口请求的代码了 就不用再去自己编写和后端对接的代码 那刚刚演示的是读取本地文件 我们可以直接指定后端接口文档的路径 那比如说我这里是APIv3.docs 然后访问这个地址就能看到类似这样的Json数据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我就执行OpenAPI工具 结果,它报错了 为什么报错呢 它有一个invalid的Json 那其实我刚开始看到这个报错啊 我就去网上搜各种这样的解决方案 然后官方文档也看了 GitHub的eSource区也看了 也尝试问AI了 但是都没有得到解决方案 然后就觉得很奇怪啊 因为我对比了官方它给我提供的示例数据 发现我提供的这个Json格式 是完全符合要求的 那就很奇怪了 到底是为啥呢? 而且我不相信我试着大倒霉蛋 这种bug第一次就让我遇上了 所以呢 我就是决定先在前端啊 去debug一下 这边不是有错误信息吗 对吧 我们解决问题 首先要从错误信息开始 然后就点到这里 发现这里有一段解析Json的代码 也就是说啊 OpenAPI工具 它要从Json中去获取到一些信息 才能进行生成嘛 那我们就在这里定义的变量 就随便叫a等于buffer.toStream 我们查看一下啊 这个OpenAPI工具 它接收到的Json数据到底是啥 然后呢 在这里就打个断点 然后我们debug的执行 看一下 当我看到这的时候我就懵了 为什么它获取到的是一个helloword的字符串呢 这helloword是从哪来的呢 对吧 明明我访问这个地址 得到的是这么一堆Json 为什么你会给我出来helloword的 然后我就在想 这个网络请求 它是不是把这个lotohost转换成了本地的地址 那我就试试访问127.0.0.1 访问 诶 这一访问还真查出来问题了 为什么 127.0.0.1 它返回的是helloword 我的程序明明已经把这个8101端头给占用了 是吧 然后当当我们访问lotohost的时候 也能访问到接触文档 诶 那这个helloword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那下面我们肯定就是要查一查 到底是哪个程序 把这个端头给占用掉了 那我们就用lsof 命令来查看一下 8101 被哪个程序占用了 诶 这一看 就发现问题了 A drive 这是啥 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根本就不是我启动的 然后呢 经过我的一番搜索和推断 这个所谓的A drive 是某某云盘软件 然后把它退掉 我再访问 它就不占用了 然后我再访问同样的接触文档地址 OK 这次数据就正常加载出来了 所以排查到这里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哭笑不得 就是我自己的项目是比较习惯用什么8101 81028103等等等等 安身欲去排的 结果没想到和别家占用的端口号冲突了 关掉冲突的程序后 我再次执行 就能够正确的生成代码了 哎呀 怎么说呢 我感觉我是挖出来了他们软件的一个彩蛋啊 但是我就找不懂 为什么你们会占用用户本地的这个端头 去输出一个helloword 行吧 大家就是这样 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希望也能对大家 排查bug的过程中有一些启发 我们开发过程中呢 肯定会遇到这种这样莫名其妙的伴侣 但是在这种时候呢 哎就自力争生自求多福吧